攻读《论语顺训》第一册第三门三四页 蓝彩和大仙慈悲诸语 真理只能够启发教化你 发善愿就要看你自己 所以福慧要双修修信了命 每个人都在佛前立故愿 立愿要了愿 愿了才能够加还 所以这一条金线 希望每一个人都要紧肝掌 一步一步踏实的褶皱 不要太过急 急反而就会误视 所以要多听道理 多看圣贤的书 就会成为一个博学多文的修道人 说法就像是医生一样 可以医众生的病 所以要做一个很有名的医师 你都能够了解众生的需要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精进自己 每一个人都要进步 那你才能够跟上修道的脚步 修道每个人都有不好的习性 不好就要改 要不断的进步 这样你才能够更上一层楼